那么这节课说方向 前面节课万物类像 知识点有点多 有的朋友可能跟不上 我们稍微慢一点 只说这一个 那么说天南地北 古人都是这样论的 现在人是上北下南 左西又东 那这个上南下北 就左东又西 天 这是白天了 这个到了坤 由前变成坤 就黑天 那我们就看到的 作为北 天上的星星都出来了 坤也都是三个点 也代表中心 这个前 就是看太阳出现在 南天空的时候正午 那是最白天最热的时候 那么 我们说这个东边 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西边呢 就是落下的地方 也是月亮 古人认为这个月亮 因为一到晚上 它才能显向了 所以说它 在这个西边看到 实际上它也是自吸 这个自动向西落的 但是它是出现在高空嘛 所以看得比较清楚 也是在晚上才能出来 那 这个西边呢 我们知道这个水发源地 是吧 这个 长江黄河 都是来自这个 西边的一个山脉 那东边呢 就是阳光升起的地方 就火 东南方呢 就是江南 之乡 就是水 泽 这种 地形比较多 那么西南方呢 就多风 有这个季风气候 我们知道 那东北方呢 指的是 这个雷 比较多 所以这种天气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那西北方呢 自然就是多山 这样来看 这个八卦也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后天八卦 实际上很巧啊 他这个很多东西也能对上 我们这个后天八卦 这个坎 离 定这个南北 那么一水一火呢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水 这个 这个地方 在北边 南 就是火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南方也比较热嘛 北方比较冷嘛 很有道理 那东方呢 代表镇木 西方代表对金 那东方 它这个阳气上升的地方 那个西方呢 就阴气 越来越重 那么这个西方呢 也可以说这个多子 对卦代表子 这个 东方呢 就是 木 木头啊 比较反生 反茂一点 大体上也能对得上 那东南方呢 也是多风 那东北方呢 那这个 东北方呢 就是多山 我们知道 这个 东北也是这种地形 那西北方呢 就是 感觉都刚健 那边人的性格也比较刚健 这 也是一说 我们会发现新疆啊 那边人都很刚实 西北人 都很这个 比较 干什么都很有底气 像个领导人一样 长相也是如此 他也是万无那相 西南方呢 这个就 代表 滚 西南方 你看少数民族很多 啊 这种地形 啊 各种 情况也比较复杂 这个就是 先天跟后天的 一个区别 当然后天呢 就是很多 文王啊 就是用到这种 我们通常 以后天八卦来论 这个地形 应用当中 也是如此 中间就不用说了 中途 当然主要是以这个 所谓河洛中原 河南 这个地方 好